贴开美国 要盟友跟中国单打独斗 美高官言论刷新认知 谁看了都得摇头 近日 美国防部高官拉特纳的一席话 让人绷不住笑了 他指出 越来越多国家正替美国卖命 主动对抗中国 并特意点名日本和菲律宾 大赞两国的亲密接触 让美国倍感欣慰 对此 南华早报解读称 拉特纳满意的点在于 日非是主动抗中 而不是美国推动 所以希望更多盟友能好好学习日非的态度 说白了 这是给美国当狗 还得自带狗粮 前不久 日本和菲律宾合作 签署了一份互惠准入协定 约定了彼此军队可以放宽限制 一旦南海发生冲突 日本可以快速进入南海帮助菲律宾 同理 东海发生意外 非军也能挺身而出帮助日本 这份协定用心险恶 明显是在扩大东海 南海的地区矛盾 显然 没有美国的暗中牵线 日非不可能达成这份协定 如今 美国北约势力正染指东亚地区 拉拢更多国家对抗中国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更是宣称 东亚和欧洲的安全不可分割 明目张胆地挑动阵营对抗 拉拢小圈子 不过 就算美国对中国虎视眈眈 但地区冲突和国内矛盾 已经分散了太多精力 根本抽不出时间专心对抗东方大国 因此 拉特纳表示 印太地区的新融合不应该是由美国组织 或者说 美国必须参与 也可以像日非一样主动合作对抗中国 美国对中方图谋不轨 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北约还直接公开警告中国 但问题是 美国口中无私抗中的日非两国 真是愿意为了美国的印太战略 做出牺牲吗 以日本为例 二战后 美军势力渗透进日本的方方面面 军事 经济全被美国掌控 一旦发现日本不听话 就让日本经济失去30年 在美国的强势干预下 哪怕岸田文雄民调都低至15.5%了 还得咬紧牙关 主动对付中国 菲律宾就更不用说了 马克思父母当年逃亡美国 立马就被扣押了钱财 最后喊狠而终 马克思上台也是靠美国扶持 要是敢违抗美国的命令 立马就被撸下台 可以说 要不是迫于美国压力 日本 菲律宾哪来的胆子 竟敢挑衅实力莫测的中国 国与国交往利益为先 要不是美国的威逼利用 谁会甘当美国马前卒 况且 如今美国以利益相诱 盟友都三心二意 美国对印度够宠了吧 为了扶持印度发展 美国各种示好 又是加大投资 又是帮忙搞航天发展 即便如此 前两天莫迪还是不顾美国的抗议 跑到了俄罗斯 跟普京眉来眼去 而为了印太战略大计 美国只能捏着鼻子 假装看不见 无独有偶 日前北约峰会召开 朗萨核心国澳大利亚 听闻要针对中方 其总理阿尔巴尼斯 立刻推脱不来了 这些年 美国对澳的扶持可不少 双方更是合力研发了核潜艇 但澳方依旧不愿为美国拼命 如今 美国让盟友主动跟中国对着干 这就像西游记中 九头虫对奔波尔罢说 你去把唐僧师徒干掉 完全不在乎任务的难度性 事实上 美国这样做的目的 不单单是挑拨离间 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 更是在拱火搞乱 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将盟友推出后 而美国就能悄然隐身 远离随时可能爆发战火的亚太地区 一旦计谋成功 美国既可以延续霸权政治 又能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可谓是一石二鸟 不过 要是日非真踢开美国 跟中国单打独斗 那不用中国动手 他们自己就腿软了 事实上 就算有美国的暗地支持 南海输家早已浮现 想跟中国斗 菲律宾还嫩了点